Otomagic 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明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什么呢? B-7 Sedan 这个B-7 Sedan 在我国因为它的价格方面是比较亲民 比较负担得起 同时它拥有一个蛮出色的空间表现 因此它在我国市场上是相当具有竞争力 相当具有影响力的 而在这个今年 我国这个三大主要的日系品牌 它们好像手签手约好了这样子都不约而同 在这个今年推出了分别是大改款以及改进版的B-7 Sedan 车型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B-7 Sedan 的盘点 如果你刚好正在物色或者是对这一商款车有兴趣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影片你绝对不容错过 不过在这之前 先点击我们的Subscribe button啦 第一台车自然是要讲这个我国B-7 Sedan 市场里面的 King 了 它就是 Honda City 那我国在不久前就迎来了这新一代的 City 它也算是我国今年最重要的其中一款新车啦 而且目前它的这个销售车机是非常非常的亮眼的 Honda 不久前就曾宣布啦 说这一台车在发布一个月之后就已经交车了2000多辆 2000多辆啊 所以这方面你真的不要怀疑 City 的势力 那这个新一代的 City 相比起上一代的车型啦 可以说在身形上其实是长大了不少 它的这个车长啊 其实和当年的这个 Civic FD 已经非常非常的接近了 所以在这个内部空间的表现上 自然是又在进一步提升了 而我本身在实际测试了这台车的这个后座空间表现 我真的是发现到哇这个 City 在这个后座表现啊 真的不是完完的厉害 非常的宽敞 而且整个感觉甚至我觉得它的这个表现 足以媲美C segment了 还有它在尾箱空间方面也是非常的出色的 所以说如果你对这个内部空间表现是非常的讲究的话 那这个 City 绝对相当的值得考虑 而在引擎方面呢 我国的 City 这一回备有两种引擎动力可以选择 分别是1.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以及1.5L 的 IAMD 动力组合 其中这个 i-VTEC 自然进气引擎版本呢 它的最大马力是 121PS 峰值扭力则是 145Nm 并搭配 CVT 变速箱 至于这个 IAMD 版本 也就是搭载于这个 City i 身上的这个动力组合呢 它的最大马力为 108PS 峰值扭力则是 253Nm 挺好的哦 是 253Nm 哦 哇哦 那值得一提的是搭载这个 IAMD 的 City RS 呢 它还导入了完整 不是是接近完整的这个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它拥有的功能像是这个前方碰交易景 自动紧急刹车 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辅助 车道便宜抑制 还有什么啊 还有这个自动远近光灯 这一方面也让它成为这个 B Segment 市场里面 在这一方面 配备最完整的车款之一 不是之一 只有它 不过目前在我国贩售的这个新一代 City 啦 啊 暂时只是仅限于这个 1.5L 自然机器引擎的版本 而这个 CTRS 呢 则是要等到 2021 年才会正式正常 不过呢 据我们所知啦 它是在1月这样子就会发布了 所以已经是 coming soon very very soon 所以如果你对这个 CTRS 有兴趣的话呢 记得要留守我们的频道 有什么最新的消息 我们一定会第一时间 为大家送上第一手的这个最新报道 还有一点让我相当的意外的就是这个新一代 City 这一回在内装方面是下了不少的功夫啦 这一方面我觉得它相比起上一代车型它在这个质感还有在一些细腻程度方面的确是改进了不少 除此之外呢在配备方面它其实也是更加的丰富了 像是这个从 E 版本以上呢 它就支援了这个 Apple CarPlay 以及 Google Android Auto 的手机互联工能 这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值得给一个赞 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8 寸的触屏主机屏幕啦 这个屏幕是非常的高清 而且整个质感呢 相比起上一代车型其实真的是 upgrade 了很多的感觉 再来就是 City 它还是没有遗忘 一些在舒适性上的配备啦 包括丰富的这个植物空间表现 以及后座冷气出风口 这个在 B 身份市场上其实是相当难得的一个配备来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预算大概是在9万令吉上下 然后你要寻找一辆空间表现很好 然后整体表现非常均衡的这个车款呢 我觉得 City 是一个相当值得考虑的车 第二款车就是这个 Nissan GTR 而不是 Nissan Almera Turbo 这个新一代的 Almera 也是算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惊喜啦 因为相比起上一代的这个车型 它在外形上可以用刮刮变成天鹅来形容 而且在泰国已经有不少的这个改装案例啦 这个 Almera 稍微换了一个 Rim 加了一个 Body Kit 过后 哇 整个就是摔到跟我一样 不过相比起这个帅帅的外形啦 其实这个新一代 Almera 最大的卖点 还是在它身上的那一具 Turbo 引擎 而且这一具引擎还有 GTR R35 的这个技术哦 那这一具引擎它的最短马力为 100 PS 分子扭力则是 153 Nm 虽然说是一具涡轮引擎啦 不过这一具引擎它的主打还是在节能这一方面 所以大家就真的是不要对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和性能要求太高 不过怎样讲它都还是一具 Turbo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加速还有这个低扭的表现上 它是不会太过差的 而且改装潜力方面呢应该也是蛮有的啦 而在配备部分呢 首先我先说这个新代 Almera 的唱机啦 那它的高阶设计说导入的这个触屏主机呢 是支援 Apple CarPlay 手机互联功能的 但是它并不支援 Google 的 Android Auto 这点是相当的特别的 至于这个安全配备部分呢 我国的这个新代 Almera 其实算是相当丰富的 首先我先说这个 Basic 的部分 它的入门车型搭载了两个气囊 至于其余车型呢则是六气囊的一个配置 但是这一回原厂就为这个新代的 Almera 导入了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其中全车型都标配了这个自动紧急插车和前方碰撞预警 而这个顶级的 VLT 车型呢 更是多了车侧盲点侦测 以及后方横向来侧警示 但是这个规格啦 相比起刚才我说的 King City 呢 它是稍微比较中规中矩了一点 这一方面呢原厂也自豪的表示 新一代的 Almera 在其他上市国家中啦 我国的这个版本其实是最为丰富的 其实老实说啦在这一点 真的是要给这个 ETCM 一个赞 而在空间表现的部分呢 这个新代的 Almera 也是相当的足够 相当的够用的 但是如果和这个 King Honda City 相比的话 它也是稍微比较逊色一点 不过根据我们家的这个 General 小编呢 在实测这一台车过后啦 它告诉我说这一台车 其实开起来 坐起来很舒服 那如果大家对这一台车有兴趣的话 可以亲自去试驾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这样舒服呢 最后一辆则是不久前才发表的 这个小改款的 Toyota Vios 了 那它也是这三款车里面当中 唯一一个只是小改款的车型 但是虽然说只是小改款 可是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可是相当的有诚意啦 首先在这个外形的改变上 我就不多说了 这一方面是见仁见智 但是重点是这一回这个小改款 Vios 就导入了大家都很期待的 LED 头灯 这也让它的这个竞争力提升了不少 而另外一个 我觉得相当有诚意的升级啦 就是这一回呢 这个 E 版本以及 V 版本呢 就已经支援部分的 这个 Toyota Safety Sense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了 包含了像是这个前方碰撞预警 自动紧急刹车 还有车道偏移警示 加上之前本来就有的 这个 360 度全景摄像 还有这个车道盲点侦测 以及后方横向来车警示功能呢 这也让这一台 V-Segment 轿车 在这个安全表现上啦 可以用相当的不错来形容 至于在内装部分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改款的 Vios 和改款权 基本上是相差不大的 但是呢 它中间的这个出屏主机 同样也是有进行升级 而且还是导入了一个 我觉得相当重要的功能 那就是 Apple CarPlay 以及 Android Auto 手机互联功能 这个功能其实我个人是真的觉得 很应该要有啦 所以我很开心可以看到这个功能 在我国市场上越来越普及化了 至于在动力配置部分 这个小改款的 Vios 它同样还是搭载 自一具 1.5L 的 Dual VVTi 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最大马力 同样是 107 PS 否则拥率则是 140 Nm 你可能觉得这样子很 boring 对不对 哈 那你就错了 因为这一回 Toyota Malaysia 还为这个小改款的 Vios 最佳了一个被称为 GRS 的车型 GRS stands for 什么? GR SPORT 朋友们 而且这个 GR SPORT 这个运动版 并不像以往的 Toyota 的运动版车型一样 只是换了一下 Body Kit 换了一个 Rim 这样子 就交代了 不是哦 这一回这个 GRS 它在这个底盘部分也是有进行升级 就包括导入了这个 Guzzu Racing 调教过的悬吊系统 这个悬吊系统比较运动化 相信在这个操控表现上 这个 GRS 应该会比普通版的 Vios 还要提升不少 同时呢 它在动力配置方面也是有所不同 根据我们所了解到 这个 GRS 车型它的这个引擎方面 它的调教会稍微比较 aggressive 比较积极一点 那它的这个转速也会拉到比较高 不过重点还是在变速箱的部分 虽然还是打在这个 CVT 可是这个 GRS 的 CVT 呢 可以模拟实速 和普通版的这个 7 速是多了 3 个档位 相信在这个动力表现部分呢 这个 GRS 应该会稍微比较好玩 比较激进一点 我本身是相当期待的 希望可以试驾到这个 Vios GRS 版本 不过我更加希望可以驾到这个 Torota GR Yaris 好啦 那以上呢 就是我为大家所盘点的这三款 在我国市场的主流 B-Segment Sedan 在这边我顺便做出这个列表 列出这三款车 各车型的售价 就不知道这三款车当中 你比较喜欢哪一款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 你们的选择 还有原因 还有看法 又或者是你们当中呢 已经有人订了这三款车的其中一款 还是你们已经成为车主了 那么 记得欢迎大家分享你的这个用户感受 好啦 我是小明 今天的这一期影片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下一回再见 喜欢这期的话记得别忘记按赞分享 当然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